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夫人 不过 张泽宇却早已觅得理想的目标 父亲是一束煤矿共同拥有者的金某 十年二十四岁 正留学多伦多大学 张泽宇向Lan Chan发送了金某的宝马汽车照片 以及他住在多伦多15 Grandview Street的地图 2020年1月21日凌晨一时左右 张泽宇的两名犯罪同伙 Christopher Matthews和Juan Myers 进入了15 Grandview 张泽宇则驾着一辆到齐迷你货车在大厦外等候 两同伙使用了一份复制的门禁卡和获得的钥匙 进入了金某居住在32楼的公寓 他们戴着面具 并持防治武器成功入室后 将熟睡中的金某摇醒 蒙住其眼睛 并绑住他的手和脚 强行给他喂食镇静剂 金某因太紧张而致药物失效 无法昏睡过去 于是二人一直强行向金某灌药 时至早上8时30分 金某仍然苏醒着 无奈之下 两人将他塞入一个红色的冰球带 并在金某称呼吸困难时 将袋子的拉链拉开了一点 在将房子洗劫一空后 两人将金某拖着搬进等候汽车的后座 将携带到位于列治文山市的一栋住宅内 金某被关在一间从外面上锁的睡房内 房间的三绳窗户全部用木板封住 门口有监控摄录机防止他逃跑 绑匪轮流看守 金某在这间睡房内被关押了长达13天 在张泽宇的指示下 拉链在1月22日 致电金某的父亲索要500个比特币作为赎金 并警告后者不要报警 500个比特币在2020年1月的市价大约550万加币 在今天的市价则已升至约2118万加元 折合人民币已过亿元 不过金某的父亲不仅在中国报了警 而且立即搭乘飞机赶到多伦多 他在1月25日一下飞机就直奔52分局 当时多伦多警方已调动了多个部门的人手 在开展广泛的调查 为拖延时间 金某的父亲在多伦多发出的信息中告诉宝费 现在国内的疫情很严重 目前国内所有银行还没有恢复营业 因此还无法提取现金 无奈之下 曾泽宇一伙同意将交易推迟到月底 并贴心地说 疫情很严重 你的孩子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 还补充说 至少你儿子不会被感染 最终 在2020年2月2日 金某被警方找到 并从绑架者手中解救出来 在他获释前后进行的调查 是一项庞大而密集的调查 参与调查的部门包括网络罪案组 由组织罪案直发库 52分局重案库 专业标准库 多伦多警局紧急行动库 江大皇家骑警和香港警务处 2月3日 曾泽宇被捕 据报道 在金某失踪后 警方一度发布巡人通知 并表示担忧他的安全 警方表示 直到金某被找到 绑匪所要赎金的举动没有得逞 今年9月27日 该绑架案正式在多伦多法院开审 庭审过程中 绑架案的团伙之一 向法庭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 并暗示他的前室友是主谋 25岁的Chan 作为检方证人 作证中承认 他参与了整个案件 是他在金某的车上 安装了跟踪装置 并说他是在主谋 曾泽宇的要求下 协助索要赎金 被告曾泽宇则对绑架 和对金某注射 麻醉药物的指控不认罪 他的两名同伙 也都不承认绑架罪 被告辩护律师Laura称 Chan在尽量减少 自己在绑架案所扮演的角色 错误地认定曾泽宇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是最容易被指责的人 审讯中 陪审团聆听Chan在微信上 大量关于绑架的短信交流 检方称 与Chan在微信上对话的账号 属于曾泽宇 但辩护律师称 Chan从未真正看到曾泽宇发消息 到上周六10月21日 陪审团在经过两天审议后 裁定被告曾泽宇绑架罪名和使用药物 导致受害人神志不清的罪名成立 控方律师Erin Panser 在检案陈词中表示 曾泽宇组织了绑架并负责了所有事情 陪审团听到曾泽宇组织了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负责绑架了金某 另一个则负责监视着他 等待赎金 陪审团还裁定其中一名同伙受雇协助组织绑架 但无罪释放了在现场被捕的Martin Levy 在为期五周的审判中 Erin Panser和Colin Shepard和Christopher Assey 详细描述了一个包括DNA和指纹比对 金氏录像 数页的中文短信对话内容 和绑匪滥颤的关键证词 量刑听证会将在未来举行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三分之一的餐馆正在亏损营业 这个行业也将面临动荡 该行业组织周一发布的 2023年度市场报告预计 到今年年底 餐饮服务业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100亿加元 高于去年的1000亿加元 这两年的销售额均超过了 疫情前2019年的950亿加元 然而 虽然总销售额增长了 但餐馆经营者表示 由于食材 保险和工资成本的上涨 他们的利润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报告称 截至2023年3月 34%的餐厅处于亏损状态 而在疫情之前 这一比例仅为7% 另外 17%的餐厅表示 他们只能勉强保持盈亏平衡 而4年前 这一比例仅为5% 加拿大餐饮行业协会主席西金森指出 这与疫情后的后遗症有关系 很多经营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同时不得不应对与加拿大人日常开吃相同的利率挑战 此外 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餐馆老板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提高菜单价格 但涨价速度仍然赶不上他们的成本上涨速度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3月 餐馆菜单价格上涨了6.4% 而杂货店出售的食品价格上涨了9.1% 西金森表示 这加剧了对餐馆利润的侵蚀 而顾客对菜单价格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 他说 涨价的可怕之数在于 你发现人们渐渐就不会再来光顾了 卡尔加里一家餐厅的老板雷斯德·尔切诺表示 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压力 他最喜欢的菜品之一是天妇罗花椰菜 这是根据他祖母的食谱制作的 他说 几年前 一头花椰菜的价格约为3元 今年的价格通常在4元到5元 最近他的员工买来一项新的花椰菜时 他感到非常吃惊 一颗花椰菜超过12元 我看到价格差点心脏并发作 他说 我当时想拜托这道菜只卖15元 由于成本原因 尔切诺已经削紧了一些菜品 他说 我们现在不在菜单上供应牛排 因为我不想要求客人喂一块牛排支付45元 这个价格有点吓到我了 报告显示 连锁餐厅能够更好地应对更高的开支 市场研究公司Sakina的数据显示 2023年 加拿大供有34,583家连锁餐厅 比2019年的34,413家略有增加 不过 独立餐馆的数量从2019年的29,877家 下降到2023年的27,400家 联邦数据显示 食品服务和住宿业 一直是破产申请最多的行业 仅8月份就有70起破产申请 西金森透露 一些经营者申请了二次抵押贷款 他们一直在透支信用额度和使用信用卡 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 餐饮业的总体消费仍在持续增长 这表明消费者需求强劲 这也让餐馆老板们看到了希望 自2007年以来 一直在卡尔加利经营餐馆的Archino表示 他终于在9月份看到了接近疫情前的销售额 而且他的三家餐馆中的一家分店 最近结束了连续三年的月度亏损 他认为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不管是正在上大学还是考虑上大学 还是在为别人交学费 学费总是越来越贵 加拿大统计局关于学费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 加拿大本科生的平均年学费已增加到7076元 比2022到2023年学年上涨了2.9% 与此同时 国际本科生的学费平均上涨了6.3% 新斯科车省再次成为加拿大本科生学费最贵的省份 2023到2024学年的学费为9575元 萨斯科车温省排名第二 本学年的学费为9232元 比2022到2023学年上涨4.4% 新布伦瑞克省位列加拿大本科生最贵省份第三名 今年的学费为8706元 按省份划分 安省排名第四 2023到2024年的学费为8190元 安省的学费同比增长了94元 而之前 安省政府已经连续三年冻结学费 在最新的报告中 新斯科车省的国际生本科学费涨幅最大 平均学费为25521元 比去年上涨了近18% 萨斯科车温省的国际生本科学费平均为27781元 在新布伦瑞克省 国际学费平均为17800元 安省在2023到2024学年的国际学费平均为46433元 是加拿大国际学生学费最高的省份 魁北克省的本科学费是加拿大最便宜的 本学年的学费为3461元 然而 对许多人来说 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从明年开始 魁省以外学生的本科每学年将需要支付1.7万元的学费 届时 在魁北克上大学将取代新斯科车省 成为对非魁北克居民来说本科学费最昂贵的省份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